这是50亿年后 地球上仅存的最后一个人类 他经过709次整个人 把自己彻底变成了一张 只有三厘米厚的面皮 但他却固执地认为 自己现在的样子才是最纯正的人类 这天全宇宙最有权势的人齐聚在这里 只为了观看地球被毁灭时的场景 原来在50亿年后 太阳正以每小时600光年的速度加剧膨胀 还有不到半个小时 这颗承载了无数生命的星球 就会被太阳爆发的热浪烤成交谈 之前由于基金会出资 利用重力卫星阻挡了太阳的靠近 但现在钱已经用光了 他们只能任由地球走向毁灭 博士用心灵感应名片 带着罗斯成功混进了观看大厅 随着战长依次叫出道场嘉宾的名字 首先出场的是气灵族的代表树人 宝红星律师团的蓝矮星人 赛文家族的复制人 还有这场活动的赞助商 博仪之脸 随着宇宙各个星系的外星人依次到场 他们开始交换代表和平的礼物 树人的礼物 是从他祖父身上切下来的一根树枝 带着罗斯逃票进来的博士 摸遍了全身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灰 他突然灵机一动 像树人吐出了一口来自肺度的空气 面对博士的如此敷衍 同样没有带礼物的蓝矮星人 直接献上了一口大龙毯 最后出场的是地球最后一个人 卡珊德拉女士 她利用高科技存活了两千多年 但每隔几分钟 旁边的侍从就必须给她的脸保持湿润 她带来的礼物 是世上仅存的最后一颗鸵鸟蛋 只有赛文家族的复制人最大方 他们的礼物是一颗金属球 道场的每个嘉宾都收到了他们的礼物 甚至就连站长也收到了一颗 此时道场的所有嘉宾 都在兴奋地等待地球的毁灭 罗斯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突然感到了十分不适 因为他才是这里仅存的人类 他独自一个人离开了观看大厅 看着窗外即将毁灭的地球 罗斯很难想象 这颗承载了无数生命的星球 在三十分钟后 就将从这个宇宙彻底消亡 但他还没有注意到 放在旁边的金属球里 突然跳出来一个机器蜘蛛 就在他准备对罗斯下手时 博士的突然出现 让机器蜘蛛取消了行动 作为同样失去母星的博士 能体会到罗斯此时的感受 他改装了罗斯的手机 让他和五十亿年前的母亲通话 听着母亲熟悉的声音 罗斯的心情很快好转了起来 然而暗中却在酝酿更大的危机 数不清的机器蜘蛛倾巢出动 开始在空间站内进行大肆破坏 甚至把发现他们的飞船维修员 拖进了管道深处